有的人他了解淋餐茶 还是会从板纳还有下关的这个坨茶 从这些途径上了解到一些淋餐茶 然后就开始到淋餐来寻茶 淋餐茶的滋味的浓厚 滋味它的耐泡度高 中间转化的过程当中 那些丰富的变化带来的不同的香气滋味 它的变化的丰富 这应该是淋餐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特点 淋餐的这个特点就是 山区茶云 海拔高 然后昼夜温差大 高海拔的山区的话 我们知道它那种空气是不是就特别的洁净 然后它的观照穿过这个空气当中的里程 行住的缩短 它的这个观谱成分就比较完整 它白天的观合作用强 观上的呼吸作用弱 所以能够积累下来的有效成分就很多 那么这是构成淋餐茶它的内涵或者丰富 那么就耐泡滋味浓强或者是浓厚的原因 淋餐茶的茶多酚含量普遍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茶多酚它本身就是我们茶叶里面的这个一个功能性的物质 其实你的这个茶的滋味的浓强度耐泡度 它跟茶多酚的含量和其他的物质的这个协调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加上淋餐茶的淋餐的整个的茶区 它的土壤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赤红壤啊 还有这个黄红壤啊这样的这个土壤 像赤红壤啊这些它本身土壤里面的矿物质含量就很丰富 那么这就构成了淋餐茶它的品质的这个基础 所以这种特殊的气候特殊的土壤操作了淋餐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茶池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香气 淋餐茶的这个香呢它的这个香型相当的丰富 区域的这个位置上来讲 它百回归信穿过淋餐的南部 那么它的这个光质特殊的这种光质成分 是构成了淋餐茶的它的这种香气成分 不同的一个原因 因为淋餐这个茶区应该说微浴气候非常突出 每一个不同的区域 它的这个气候啊植被啊土壤啊等等 它都会有差异所以淋餐茶的这个茶的香气的话 香气很丰富啊花香香香 蜜香香还有呢这个像各种不同的 这个果香香等等都会出现啊 很多它是一些历史的原因 社会发展的原因造成淋餐的茶它成名啊 就比较晚很多外面的人他们追寻淋餐的这种普洱茶 他就认为就是淋餐的普洱茶历史就比较短 在七十年代末期啊那么我们当时的部分国营茶厂 是在完成红茶生产任务了以后才能自己自主的生产 小部分啊这个普洱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逐渐开始有的 淋那像当时的蒙海茶厂它解放以后就定为这个冰销茶生产定了嘛 它就一直在生产普洱茶 它就这个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 它就没办法去跟它去比较 应该说有的人他了解淋餐茶 还是会从淋那还有下关的这个陀茶这个途径上 了解到一些淋餐茶然后就开始到淋餐来寻茶 在这个国营茶厂生产当中的话 因为像板纳那边的蒙海茶厂 它们大量的云料是来淋餐收购的 根据很多蒙海茶厂那边的史料 那么它们的记载的话 它们的云料有三分之一以上 是从淋餐来这个购买过去的 下关的陀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对吧 但是根据下关陀茶的这些记载的话 下关陀茶历史上80%以上的云料 是来自淋餐茶区 很多喜欢下关陀茶的人 他也是很多时候是从这样的一个 了解下关陀茶的生产的这种情况下以后呢 就开始呢对淋餐茶感兴趣 那这个淋餐茶的话在1953年的时候 其实国家就已经把它化为了红茶厂区 那么1953年以后呢 在整个淋餐 那么就在推广红茶的这个加工 而这个红茶的话 当时它都是用来出口 并且呢我们云南的红茶 其实它还不是单独出口 很多它就掉到了上海广州口岸 然后拼配以后 它是中国红茶的面貌出现 这个一定红茶单独出现的数量也很少 那么国内的消费就更少 而且国内实际上一直以来 红茶都不是主流的消费 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国内的这些这个饮茶者 其实对淋餐的茶 它就了解盛世